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与各界青年代表进行座谈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除了宣称青年强则国强之外 习近平又多次提及中国梦 因为五四前夕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人逐年下降 习近平的谈话被解读是在应对中共的新危机 大陆媒体报道 今年五四前夕 北京大学学生写了一封信给习近平 习近平五月二号的回信中再次提及中国梦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指出 习近平给北大学生的回信 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所谓的爱国就得爱党 这是中共的一贯基调 但现在很多学生都已经认识到 所谓中国梦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 而调查结果也反映出 中共对青年群体洗脑失败 就是中共这个研究者 他非常担忧 害怕他已经看到一种趋势 如果说中共不能够真正的让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 和他们的价值感有一个实际的落脚处的话 那么将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 这些学生就有可能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这就是他这篇文章里边长篇大论的 隐藏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也是在告诫中共危险性就在这里 午四当天 习近平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与各界青年代表举行座谈 他强调青年最有朝气和梦想 青年新则国家新 青年强则国家强 习近平还说 中国梦是每个人的 更是青年一代的 他号召广大青年要担负重任 紧跟党走 路东指出 习近平想通过五四青年节 重提中国梦的问题 但是中共继承五四 只是为了利用民族情节 去抵抗所谓的国外敌对势力 评论指出 中共统治64年 把中国变成腐败 谎言横行的社会 不仅没有公正与正义 甚至连法律底线都没有 学生想要真正爱国的话 必须得认清中国与中共的不同 进而抛弃中共 才能真正的爱国 新唐记者 长春采访报道